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物神态自然 花鸟活泼动人 神将形象威严 栩栩如生 从这里的建筑木雕上 我们可以看出东洋木雕游名至清强烈的风格演变 清代东洋木雕在技法上以精雕细刻建厂 追求逼真 精致 秀雅的艺术气质 冯大师又来到了卢宅 这一次 他来到建成年代较晚的东银堂 这里建筑上的木雕都出自冯大师的师父 有雕花载相之称的黄紫金之手 这一组牛腿上的木雕叫做荷塘夏日 一片荷叶 似乎被酷热难耐的仙鹤啄出了窟窿 破处向四周卷曲着 阳光照在荷塘 荷叶边栖息的鸳鸯安详自在 在创作时遇到了难关的冯大师 在参详前人的作品中寻找着灵感久久未成的仪趣 终于采用珍贵的金丝楠木雕刻 终于采用珍贵的金丝楠木雕刻 凝结了大师心血和经验 及东阳木雕技法之大成的八十七神仙卷雕成了 整幅八十七神仙卷长七米多 以多块出土的古代金丝楠木拼接雕成 刻画了男女老少神仙八十七人 神态各不相同 而易改以往人物的矮版 神态生动自然 线条流畅优美 这件作品用料是珍贵的金丝楠木 是当代东阳木雕的代表人物 冯文土大师毕生心血凝聚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